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十善夜道经 第十二年 第一号 二十世尊 佛高龙王爷 若有菩萨依此善夜与修道时 能利杀害 而心失故 偿赴财宝 无能侵得 长寿无妖不为 一切冤贼损害 佛与真诚 要再能信 现在人 对于佛的言语 多半存者 半信半疑 这是学佛的人 不学佛的人 总认为 这个是佛家劝善的话 决定不是真实 所以 很难接受 导致这个原因 实实在在说 出家人有很大的责任 世间人为什么不能接受佛语呢 出家人的形象 让他们看清了 佛的话这么好 你们都是出家人来宣扬佛教的 可是你自己所思所行的 与佛所讲的完全不相信 可见的 你们自己都不相信 你们不相信 就劝我们相信 怎么可能 所以我们细细去想想这个道理 我们对于佛的话 为什么相信 我们知道 通过 戒定慧的修许 真得开智慧 智慧开了之后 对于事出事尽 一切现象 通达明了 这是我们不能跟佛菩萨别的 人家看得清楚 我们迷惑殿堂 世间人在迷 却不承认自己 他承认自己有高度的智慧 他看古圣仙 显身 迷仙 这一个 错误观念 要怎样把它纠正过来 这不是一桩容易死去 首先 我们自己 要通过修学 证实 佛的话 证实 如果不通过 认真地修学 这个境界 达不到 永远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 随顺自己的知见 啊 决定不肯相信佛的话 啊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啊 这是告诉 六道反腐啊 你没有证得阿罗汉之前 决定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意思 为什么 为什么 证得阿罗汉之后 就可以相信自己的意思 到底在哪里 阿罗汉 已经断了 尽私烦恼 三界 八十八瓶尽火 八十一瓶尽火 断尽了 啊 佛说 这个界层的人物 称之为正确 啊 他的觉悟 没有错 也就是说 他的看法想法 是正确的 啊 不是错误的 啊 如果你 你见思烦恼 没有断 啊 这个见思烦恼 不好懂 这佛学名词 我们换一句话说 自私自利 明文立养 贪嗔痴慢 这个东西 没有断 你的知见就不正 你学的东西再多 甚至于 你能够把大藏经 从头到尾背下来 讲到天话乱追 你还不是正确 唯有居住正确的人 知道 佛菩萨的慈悲心 啊 大慈大悲 世间人没有到这个境界 如果他能够尊死中道 能够顺从 神贤的教诲 一教奉行 这种人有福了 这个不是他的智慧 这是他的多生多结的 善根佛德 他有福 他能接受 他能够相信 他能够奉献 他的福啊 经文从这个以下 这一大端 是讲 十善业 落实在 菩萨行门之中 从这个地方 我们能体会到啊 十善业 是修行的基础 没有十善 拿你来的六度 所以六度 所以六度 后面 讲的这个 四无量行 四摄法 三十七道品 种种 种种 法门 都是由 十善 做基础 没有十善 就没有佛法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佛在这里 讲得很清楚 若有菩萨 依此善业 于修道实 你要晓得 这个善业 这是人天的善行 居足实善 纵然不学佛 不修行 没有依照 这个大小乘佛法 去修行的 他绝不堕三无道 为什么呢 他无贪 无尘 无吃 他利贪成吃 贪成吃 是三无道的 业因 贪心 多目贵 成慧 多地狱 愚痴 多畜生 他能够 远离三无道 远离贪成吃 决定不够三无道 所以这个是人天的根本 在六道里面 取得人天两道的基本条件 我们不认真 我们不认真修行 怎么行呢 佛对我们的要求 前面讲得很清楚 昼夜常念善法 常念善法就是指示善的 思维善法 观察善法 常念心善的 思维善的 思维你的思想善的 观察你的间接行为善 这样才能善法了 念念增长 怎么增长法呢 增长这是修佛 从这个基础上 学修学 佛门里面种种的佛法 没有实现的基础 什么心门都落空 都谈不上了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佛在此地很慈悲 一条一条给我们说 这一段呢 都是讲不是 先给你说 利杀害 就是不杀生 二心不实 你得的是什么样的国报 常当财宝啊 常富财宝啊 世间人 求富贵 杀生而得的富贵 那富贵从哪来的 绝对不是他杀生得来的 是他前世修集的 是他前世修集的 善因 这一生得的善的国报啊 佛说得好啊 余知前世因 今生受着 我如果想知道我过去生中造的是什么业 我这一生所受的就是 前生动的阴嘛 这一生受的国报啊 余知来世果 今生做这事 我来世是什么国报 想想看我这一生所作所为 来生的国报 这一生得富贵 过去生中终结善因 如果这一生得富贵 而不知道修善 甚至于用非法的手段取得富贵 佛菩萨清楚 你取得富贵 不是你这个手段取得的 是你过去修的善因所得的 你今天用种种不正当的手段 以为是取得富贵了 不是 你这一生所造的业 来生受个王 世间人 有几个人懂这个道理 有几个人了解这个四十真相 佛法称之为宝 凭什么 就凭他对于三十英国 这个四十真相了解的透彻 他给我们说 教导我们 我们怎样得财富 这里条条都是得财富的 用这你修的是布施 布施就得财富 历史沃得财富是真的 每一句里面都有 无能侵夺 你的财富 绝对没有人能够侵犯 绝对没有人能够夺取 我们今天你看得到财富的人 日夜都忧虑 患得患失 怕这个财富失掉了 果然用时善 去修布施 你一代的财富 你会天天增长 绝对不会散失 这个不杀身 本身 就是无威不实 无威不实的果报 健康长寿 底下一句 长寿无妖 要是妖之断命 不为一切冤罪损害 冤是冤家 贼是盗贼 你的冤家 冤家有啊 很多啊 怎么来的呢 过去跟人家借的冤仇 过去不是一生一世 过去无量借来 你想让人看 给多少人借了冤仇 多少众生借的冤仇 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这一桩事情 佛说得清楚 你一个人在借的冤仇 这是因 因 要变成果 当中要有缘 如果没有缘 虽有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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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先去 今生 遇到佛法 信受奉行 把自己心形变成纯上 我的缘 断掉 纵然有许多冤家借主 我今天没有缘 遇到也不会起先行 所以佛家讲 转变果报的关键在缘 因我们没有办法操纵 缘可以操纵 我们 修一切 善缘 断一切 卧缘 这个冤贼的 损害 就严厉了 纵然遇到 有些小伤害 也不至于爱大死 所以 吉凶 祸福 是在我们心里面去转 这个重要 决定不能杀生 不但不能杀生 决定不可以做伤害人的事情 一切众生 因我而起烦恼 我们就错了 造作一些 卧业的人 都是愚昧 无知 他的思想 见解 行为 你仔细去观察 都是与 时卧 相应 他不与时相相应 实相 修行到 相当的层次 这个 佛前面讲的 不容豪奋 不善夹杂 那是高层次了 在这个层次里面 就直接修 菩萨法 所以佛在此地 把菩萨法摆在第一个段 段落 如果还有 丝毫不善 夹杂 我们的善就不纯了 佛这样教人 儒家也是这样教人 儒家讲的 没有佛讲的这么详细 儒家讲的 明德 清明 知与 知上 知止 而后又定 知止 知的是什么止呢 知善 知与知善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能够体会到 儒家是劝人 励志 佛法劝人 发心 我们要发个什么心 知善 知善 知善的心 对自己 是菩提心里面的身心 知善的心 知善的心 除世代人 借无 是菩提心里面的大悲心 从知善呢 可以进信 信是真诚心 观经里面 观经里面讲的 至尘心 如无缺人 这样励志 那是励志 做圣人 佛 佛叫我们发心 是叫我们 发心 要做佛 这才是真正 至于知善 所以 决定不能 有一丝毫 伤害 别人的心 伤害 一切众生的 念头 佛 佛菩萨度众生 不急在一时 无量解 又无量解 总是给一切众生 众生根 今中讲的很好 祝佛菩萨名号 一律而根 永为道种 一切众生 在一生当中 有机会 见到佛像 听到佛名 伤根就种下去了 这一生不能成就 或者在来生 或者在后生 或者在多结以后 遇到 远言成熟了 必定得多 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 知道实现 业道的重要 认真努力地修学 成就自己 也成就别人 自他联力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这一段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